我是可以好好洗綁一下 你跟你這個樣子的對手 差點差一點 照片影片 大家好 我是這次有報名 軟線健美錦標賽的 彈酷軒彈訊總 這是我的號碼牌 我為什麼會去參加這次的健美比賽呢 我高中的時候有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跟我說他想要報名 今年七月的健美比賽 我當下是非常替大家感到 興奮且開心的 但畢竟嘛 這是他人生的第一個健美舞台 多多少少都會緊張 所以說我打算跟他一起去報名這次的比賽 目的就是為了讓他 緊張感跟壓力都不要那麼大 同時也希望他不要太在意自己的體態 在台上會覺得跟別人不一樣嗎 這個多多少少還是會有的啦 畢竟這次的比賽 各個都是人中榮鳳 我一屆草民又要怎麼跟他們相比呢 但是呢 在台下大家都是選手 在台上自己才是主角 每個人都是帶著超越百分百的自信 在這個舞台上表現的 但我也應當拿出超越他們的自信 去回應這個舞台 苗栗縣113年縣長輩健美錦標賽7月13日在苗栗國中舉行 吸引全國各地200多位優秀選手參加 角逐傳統健美、新秀型體等項目的冠軍寶座 以及苗栗先生苗栗小姐頭銜 競爭相當激烈 不過有網友PO出比賽影片 只見舞台上有一名男子膚色白皙身材偏瘦 跟一旁的古銅色肌肉男陳強烈對比 畫面曝光後引發網友熱議 原來這名選手就是住在苗栗縣竹南鎮的譚昆軒 今年19歲 就讀中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二年級 縱使沒有健身經驗 但為了鄉挺高中時黨人報名參賽 參賽項目有於23青少年型體 新秀男子型體以及男子古典型體 共繳了1700元報名費 其實這次的比賽有一點感染到我 以前我對於健美這種東西是不太敢去想像的 但這次的比賽讓我感覺 好像我離這種健美夢其實也不是那麼遙遠 如果下一次我還有幸能站上舞台去展現的話 我會是讓自己的體態變得更好看 就請看見到我們 Fo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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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er